居家隔離政策 從今天開始縮短為三加四方案 讓學校的教職員工 第四天快曬陰性 就可以帶口罩外出工作和採買 不過學生需要等三加四 完全結束 第八天才恢復到校上課 這讓全教總認為說 會讓教育現場更混濫 教育部長判文中就表示 證明在上午的時候 擴大防疫會議 確認學校的教職員工 和學生作息一致 都走完三加四 第八天再恢復到校上課 北市人愛國小應達全校停課 標準十九號開始停課十天 教育局說配合縮短居隔方案 二十一號前停課學校 統一調整復課日為四月二十八 不過臺北市統計二十六號高中以下 有六二三所原校全校停課 一百八十一校部分班級停課 影響五萬兩千九百六十五名師生 有家長說預防性停課 無法申請補償金 即便居家隔離縮短為三加四天 若孩子被匡列四天自主防疫 仍要人照顧 我比較自由一點 所以好像就比較還好 如果他們需要上班的人 可能會覺得比較困擾 因為小孩還是需要有人照顧 大家現在的心情 應該都走一步算一步吧 居隔改為三加四天對有十二歲以下孩子的雙薪家庭 後援較少的家庭仍是難題 而在學校端 老師自主防疫快篩 一能外出工作 可是學生第八天才恢復到校 師生不一致課要怎麼排怎麼上 避免校園無所適從 教育部長判問中表示 行政院上午擴大防疫會議 確認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以一致性方式實施 他如果發生都需要同時做居隔的這些情形 那那個四的四天的自主管理 師生等會同步的一個做法 而校園確診和匡列學生日增 教育部四月上巡發文各大專 預先規劃隔離宿舍 判問中說居隔縮為三加四 且確診學生多為輕症或無症狀 依照大學防疫長確認 輕症確診個案居隔以返家為原則 例外才在學校宿舍隔離 而國北教大以校內宿舍不足為由 決議遠距教學到期末 將讓學校重新瞭解情況再做決定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